大家好,我是沖先生 欢迎收看沖先生的频道 最近香港著名导演杜奇峰先生说了一段说话 成为了最近黄澜 甚至爱国和不爱国立场之间的一个争议性问题 以下就是内容的原文 我割走了一些透气位和重复的字 我们一起来听听听 我觉得电影永远在前锋 在前面,如果有极权的时候 人民失去自由的时候 电影通常是首当其冲 在很多地方都是 一定是停止你的文化 电影的文化是直接进入 audience 里面 所以独裁者通常对付的一定是电影 我觉得香港… No, sorry 我想全球争取自由的国家和人民 很多人都要支持电影 因为它是跟你发声的 以上就是有争议的那段内容 当然我不可以确认 他口中极权国家是指哪一个国家 但老实说内容我不太认同 我认为电影只是一个再看 除了纪录片之外 其实电影的内容都是一些电影制作人 甚至是投资人想带给观众的信息 所以与其说电影是为人民发声的呢 倒不如说电影大部分时间 在为制作人又或者他们的投资者 也就是资本发声 然而这个载体 因为独裁者根本不需要去对付他们 因为其实独裁者都是可以利用这个载体去宣传自己想宣传的东西 所以公平一点是每一个国家 无论是大家口中的民主国家也好 独裁国家也好 你都不难找到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影片 所以与其说要对付电影呢 我反而觉得电影是真的需要管制的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 电影是一个廉价 几乎人人都可以负担得起的娱乐 以前都可能还要去戏院看电影 今天人人手上一部电话 看电影可以说是动动手指头的事 但如果被有心人利用一些虚构的故事情节 用来渲染又或者勒索情绪 甚至是作为推翻政府令人民产生矛盾 而互相攻击的政治工具的话 其实就是一件很可怕和很可悲的事情了 不过今天我不是想评论或者猜测 杜奇峰先生所说的东西 而是想告诉大家 其实真的有一些独裁国家打压电影业 大家不妨看下去 说不定你会认为杜奇峰先生 过程的说话有些道理都不奇怪 今天开始之前提提你 记得按右下角红色的仔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铃铃 选择全部 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 可以回到我的网站冲stopco 了解 而影片简介和片尾 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 去联络我或者支持我 不阻止大家太久了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今天我们的主角是美国 一个令你可以实现梦想 追逐美国梦的国家 这个国家标榜自由以文明天下 甚至还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去保护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 到底美国有没有打压电影 又或者自由创作呢? 在美国拍电影 又是否需要政治正确呢? 我起初都不知道 我带着好奇心到处搜寻一下 结果看到很多故事 就忍不住和大家分享了 在我做资料搜集的时候 得到几个关键字 荷里活黑名单 荷里活十君子 查理卓别林 和朱尔斯达申 原来美国的左派电影 有很大部分都在麦卡锡时代开始消失 到后期甚至连拍都没可能拍 当时的麦卡锡主义 港语上是只用大规模的宣传 和不加以区分的指责 特别是一些没有足够证据的指控 造成对人格和名誉的诽谤 这个词语源自于1950年代 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为代表的一种政治态度 麦卡锡认为共产党渗透了美国政府的一些部门 以及其他机构 他们声称为了阻止国家被颠覆 他们用大规模的宣传和不加以区分的指责 制造了一系列的调查和听证去曝光这些渗透 虽然有很多被指控者是无辜的 亦都是因为这些指控 当时很多人被列入了黑名单 又或者没了份工 在麦卡锡的时代 有不少美国人被指为共产党人 又或者同情共产主义者 被逼在政府又或者私营部门 委员会等等去接受不恰当的调查和审问 被怀疑的主要对象是政府雇员 荷里活娱乐界从业人士 教育界工会成员 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任何事实 但嫌疑人依然会被定罪 无论证据内容是否真实 内容都会被大肆夸张报导 有很多人因为这样没了份工 事业受到毁灭性打击 甚至有人被监禁 所以经常听到有人说 某大国竟然容不下异见的声音 又在打压民主自由 为了保护政权而去灭声等等 向来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又是怎样呢? 不是说只要有选票 什么人都可以好好管治这个国家吗? 为什么这么怕人民表态呢? 由当时的一篇大字报上 你不难看出当时他们有多反共 尤其是对媒体的要求 可以说是非常严格 里面有一句是这样的 DRIVE THE RATS OUT OF TELEVISION RADIO AND HOLLYWOOD 当时凡系和共产主义嗨边的电影人 全部都上了黑名单 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荷里活黑名单 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之一 听起来潜似批斗呢? 还发生在美国 这名单详述了美国 1940和1950年代中 因为政治信仰 而被剥夺工作的演员、导演、編剧、 音乐家和其他娱乐业的人士 当中有真实被找到证据 也有只是被怀疑的人士 如果艺人被认为是美国共产党党员 或对共产主义表示过赞许或同情 参与过认为是有社会主义背景的 自由主义又或者人道主义政治的活动 或者拒绝帮助政府调查共产党活动 也有可能被列入黑名单 有一群人被列入黑名单 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名字 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和时间 黑名单也很少被确认或核实 但它对美国的娱乐产业发展 就造成了直接的损害了 相关人士为了生计 经常被迫背叛朋友或原则 整个产业笼罩在意识形态审查的阴影下 1947年11月25日 十位作家和导演 史称《荷里活十君子》 引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对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力 拒绝提供政词给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 不愿意透露任何人的政治背景和思想倾向 听到这里的你以为在民主大国 还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应该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出法庭了 结果这十个人被正式控告藐视国会 在第二天第一个黑名单就出路了 在美国电影协会的支持下 发表了华德福声明 宣布解雇这十名电影从业人员 这件事的影响力 都不是一次性或短暂性 上了这个黑名单的人会被公会除名 只能离开电影业失业收场 要么留在美国坐牢 要么流亡欧洲 然而有部分被列入黑名单的人士 在很多年后 仍然被拒绝于娱乐行业的门外 除了这十个人被监禁罚款外 还有大批艺术家被逼改行 改名换姓或流亡海外 惊不惊喜呢? 我们看看《朱尔斯达生》 在《维基简介》中 只剩下一大堆作品名 以及《美国电影导演》 主要作品以黑色电影为主 后来移居到希腊居住的信息 看看查理·卓别林的简介 在麦卡锡主义时期 他被怀疑倾向共产主义 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下令联邦调查局 秘密收集查理·卓别林的情报 并且建立了一个秘密档案 还试图将查理·卓别林驱逐出境 据2012年公开的档案 联邦调查局曾向军程五处 要求提供可以用于驱逐他出美国的资料 1952年查理·卓别林离开美国 打算短暂访问英国 联邦调查局局长听到这个消息后 和美国移民及归化局 商议取消查理·卓别林的再入境许可 离开美国的他决定留在欧洲 举家定居在瑞士的驾位 期间他游历各国 受到艺术家北加索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法国总统戴高洛 苏共中央总书记克鲁雪夫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人的接见 查理·卓别林也先后两次奪得奥斯卡榮预长 1975年3月9日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由此可见查理·卓别林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士 受很多重要人士接见和认同 他也是一位永共的人士 但他就像杜奇峰先生所说 受到独裁者的对付 要动用到国家机器去对一个平民收集情报 甚至向军情五署要求提供资料用来驱逐他出境 最后连再入境都有困难 以上所有的证据和事例 一切的冤辱和未审先判的行为 以及时至今日的潜规则和幕后大手 令我体现到政治的可怕 在某程度上 以上的历史都认证了片头到期峰先生所说的东西 只是那个独裁者的角色 打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旗号 回归最初的问题 到底是政权打压电影 还是有人想透过电影去挑战政权呢? 有没有人挂羊头卖狗肉 利用《创作自由》四个字 去做一些违法的行为呢? 世界上又是不是有一片绝对创作自由的政土呢?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独裁者呢? 我不是电影人 也不是投资者 我最多都只能说是一位观众而已 但是我就看得很清楚 也都表达了我的意见了 如果你们有意见的话 都欢迎在留言区表达一下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记得帮我赞好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 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频道继续营运下去了 现在YouTube影片的下方 还多了一个Thanks按钮 给大家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